下一个生肖就是熟蛇 熟蛇的朋友今年算是不错的 因为他有一个叫做越得贵人星的名公 因为他越得贵人星本身是一颗很强的贵人星 尤其是在工作上 特别容易会有老板去关照自己 但是有样东西不好 因为今年有几颗空星 就是小熊破碎几颗空星 就是死负与劫生 小熊破碎星其实是代表 工作上很容易因为小小事情出错 而令到你的老板或者上司对你失望 虽然你的老板很看你 但是也会因为小小事情 令到他会觉得对你的工作表现 对你的印象是大搞的 还有财问方面属蛇朋友要很小心 因为今年有小熊和破碎星的名公 今年属蛇朋友很容易消费 会很容易洗多了 或者可能出门的时候没有锁门窗 容易会被人偷东西打劫 又或者是可能出门的时候 可能带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 容易不见 还有可能会买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 买了回家之后发觉是不合用的 哦 OK 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因为他有一颗死负与劫生的关系 属蛇朋友今年 总是有一些小病小痛 但是那些小病小痛 常常看的医生都是看不好的 又或者总是找不到病症在哪里 但是幸好今年有一颗月得贵人性的关系 令到可以减轻到问题 最后都可以仍然解决到身体上的问题 OK 那师傅说 其实一直想再继续讲下去 但是很可惜时间已经够了 所以 剩余的六个生肖 我们不如留待下一集去讲 好吗? 好,多谢萧始迪师傅 拜拜